志玲哥喜欢有画 我觉得志玲哥给他们应该不会太高 对 我觉得这两幅画能独立地去看 也能组合在一起看 我觉得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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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庄志玲居然也喜欢国画 我能在你们的作品里面 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那种循环 也没有很硬地把一些 要表达的那些主题硬放进去 很有格局 我觉得你们对 谢谢志玲哥 那我也要把我的典长纸 给两位 谢谢 应该会给这个四十吧 我觉得 不会 撞上 先撞上 我可以看吗 志玲哥 好 你们数一二三吧 一 二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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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四十 我给他四十 这么高 子生他们真的拿得高分 对 谢谢志玲哥 谢谢 谢谢 我自己就很喜欢不同类型的画 尤其是来了这个节目之后 自己大开眼界嘛 也对国画产生了兴趣 真的很感谢志玲哥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会给四十 对 陈老木那部画 我觉得会拿高分 林院长的票最难拿 我告诉你 这个介绍吧 二位 我先来 是吧 对 我们刚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那个上面很狡猾 他写的是年轻与老年 他说的还不是少年与老年 所以我们就在想 年轻和老年 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那我当时其实反映了一个 庄子的逍遥游 里面有一个说这个小虫子 早上生 夜间死 人有自己的年 所以可能百年左右 对 但是树有千年 有万年 所以它是一个可变的量 就是这个世界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 什么是可变 那于是我就想到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 叫屠龙骑士忠诚恶龙 就是说他在慢慢变成自己 可能不理解的那个人 或者他慢慢理解了 然后放下自己原来的那个信念 我觉得这就是时间的变量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 本来应该是很凶的一个龙 但是却是一个玩具龙的状态 他就是那个叫什么 玩具 玩具种动员里 那个恐龙玩具的形象 抱抱龙 和一个老年看似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 骑士的造型 然后在处理画法的时候 就是我们俩就统一了一下 都采用这种薄画法 然后画的颜色相对透明一些 在这个处理上 我俩就是说 想要以一个轻松的 幽默一点的调侃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这种年轻与老年呢 可能大多数人拿到题目 都会想到时间 都觉得是一个蛮沉重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在比如说颜色 一些细节上 一定要追求一个 作品的契合度 比如说都是选择了 一个完整的形象 对它进行了切割 它的那个人头盔甲的黄色 和我这边的肚子 这个部位的黄色 还有它渗透过去的一些蓝色 对 还有它的背景 选用了我的这个绿色 还有牙 还有牙 这都少一颗牙 无论挺好 两人都少一颗牙 在这里边看 究竟谁大谁小 这两个都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 谢谢 谢谢院长 我觉得还是比较协调的 就是越看越耐看 我这样 无论是从这种艺术家的表达 还有也就是专业性 我觉得都是最好的 比你们原来的感觉 我说心里话还要好 谢谢 我老大 这个人家太高了 对对对 警惕你觉得 我也是 好 好了 能吗 给吗 你来 你来 院长都这么说 那肯定是高分了 我感觉稳了 林院长的票最难拿 我告诉你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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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 这个太高了 我这样 对 这平衡太高了 我觉得太难了 林院长的票最难拿 我告诉你 我想看换书的